哈囉各位宇宙TV的投資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是Ryan 歡迎收看抽馬大贏家 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呢 我想量人呢 還是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的時候 我想量人的出來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各位我常常講說量人有出來 量人沒出來 只有兩個時間點 可以去跟他做一個比照 昨天還有前波的一個高點 這兩天的一個成交量呢 可以跟今天來做比較 那當然比起前面這兩次的一個成交量 還來的大 當然就是有量嘛 那如果沒有 那我想市場上呢 追價的一個意願呢 當然就不高 所以我們看13號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9月16號的一個成交量 2067億 跟昨天的1845億 其實這樣量人呢 是已經縮小了 是已經縮小了 但昨天有國安基金退場的一個效應呢 在發酵 所以成交量當然沒有追上來 那今天呢 其實今天呢 整體的一個量人跟昨天比 只有少少的增加10億多而已 稍少增加10億多 所以 昨天跟昨天的比較呢 參考性就不高了 所以我們跟9月16號比 跟9月16號比 各位可以看到 這兩次 這兩次的一個成交量呢 衝高之後 然後接下來的三到四天之內呢 亮縮 然後最後就 往下做一個 重挫的一個表現 所以今天的一個走勢 我想在盤中很多投資朋友 都會看到一些熱門的一個標的 那這些熱門的標的當然不外乎 就是太陽能 那太陽能呢 在這近一個月之內呢 扮演了稱盤的角色 整個大盤 好像都是太陽能的天下 那太陽能今天的走勢呢 我想有一些線索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去做個分享 然後大家呢 持有太陽能的 你也可以小心 可以小心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 長勢比較靈力的 這中間呢 都一架到底鎖住的 我想就是我們的國碩 那國碩呢 盤中有發現到一些小小的變化 那就是漲停 尤其是市價單 還有漲停價的 這兩個買盤的掛單的數量呢 在11點過後 有慢慢減少 有慢慢減少 那證明 先前掛買進的人呢 在11點過後呢 有抽單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想國碩這麼熱門的一個太陽能股 如果你在今天 甚至是在前一個禮拜沒有買進的 我先恭喜你 我先恭喜你 這麼熱門的股票 人這麼多地方 你可以勇敢買進 那當然這一波的一個獲利呢 你是贏得的 可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掛單呢 買盤已經稍稍的有在抽退的一個現象 所以如果你是持有的 很簡單 股市線破了就砍了 這個沒有什麼訣竅了 因為你是賺錢的 你是賺錢的 目前呢 你的獲利呢 在整個市場上來說 贏家 Winner Winner 這個部分呢 你在追漲的過程之中 你有參與到 那就是破五日線就走 這是比較強悍的太陽能股 那我們來看一下 貿底 貿底減支過後 各位 有沒有看到這個大大的 這一個 這個是減支缺口 這個不是跳空缺口 不是漲上去的跳空缺口 各位一定要曉得 那各位看到 近五個交易日 每次要往上攻擊 量就出來 每次要往上攻擊 量就出來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什麼 有人在攻擊手碼 有人在丟 有人在丟 誰丟的 不重要 你只要看 下面的成交量 每次要往上追個突破 就有人 賣個五張 賣個十張 賣個五十張 甚至一百張 怎麼這樣賣下來 賣五張賣十張是開開玩笑 五張十張不會怎麼樣 但是一次賣個 一百張兩百張 甚至五百張的連續的 這個部分你們一定要特別小心 最後觀察 支撐價35 35如果他能夠維持這樣一個形態 往上做攻擊 恭喜你 恭喜各位 如果獲了35 你應該知道怎麼辦 所以目前的一個太陽能走勢已經出現了稍微分歧了 包括元金 包括達能的部分 在11點過後呢 尾盤呈現比較相對比較疲軟的一個狀況 這是太陽能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 太陽能既然能走出走勢分歧 我們來看一下 相對比較高的4000斤的其中的信化 信化今天呢 大跌了將近8% 那這些高價股一直以來都是Rion在對於後面 整個大盤走勢的研判呢 相當重要的一個指標股 那信化今天大跌8% 後面怎麼走 我想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可以跟我前面那個成交量的互相比較呢 去做一個銜接 就知道後面的大盤的走勢是如何 再來系列的部分 系列呢更是高價 那我想這邊一個小細節 我要這邊稍微點出來 他目前呢 整體的股價呢 是已經跌破了十字線哦 那目前大盤有沒有跌破 股日線有沒有跌破十字線都還沒有 可是他居然領先大盤跌破十字線 各位為什麼我要這麼說 他是一個領先指標 我們可以來看到 10月5號的時候 系列率先漲停 系列漲停 可是當時大盤呢 季線還沒有收復 大盤季線沒收復 這一檔股票 一檔要180萬的 他率先起漲 漲停鎖住 那告訴什麼 告訴接下來大盤 就是會 也是順勢的呢 站上季線 之後做攻擊 那系列後面隔一天呢 再一次一根漲停 再一次一根漲停 所以我想 整個連續兩根的漲停 就已經預告了大盤即將要 跳過季線 收復季線之後做攻擊 那今天呢 系列走出這樣的相對比較疲軟的 大跌的5.5% 灌破了十字線 那我想大盤後續怎麼樣 跟前面的太陽能走勢分歧 你們去做一個連接還有整個成交量 你就知道Ryant要說什麼了 所以我想這是盤面的一個細節 那盤面細節你有沒有注意到 還有包括我們的太陽能光學鏡頭 目前iPhone 12昨天凌晨1點發布 有驚喜嗎 有驚喜嗎 我講講我的想法 那個框那個邊框 我還蠻喜歡的啦 那邊框我還蠻喜歡的 不過我目前是使用iPhone 11 用的好好的頭好壯壯 也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換機 雖然他是第一支iPhone的5G手機 那你要不要換 你要不要換你自己知道 可是以大力光這種做鏡頭的 尤其是Apple的一個鏡頭的 都走出這種格局了 那後續整個大盤的一個走勢 會有沒有機會挑戰13000 你們用想的就知道 你們用想的就知道 所以我把盤面上幾個 相對比較重要的一個區塊呢 一一的點出來 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目前還是持續全力做多的 你可能要在這裡控制一下你的部位 調整一下 為什麼 關股呢在這個地方呢 持續性的做一個賣超 持續做一個賣超 直到最近的一個禮拜呢 關股還是繼續賣 還是繼續賣 所以我想這一次我要給關股呢 大大的怕薄啊 怕薄啊什麼 把貨都倒給阿董啊 都給他 全部的貨都給他 所以在第三階段呢 這一路下來關股的一個賣超 我想外資完全 完全呢 在最後這幾天呢 都有接到 關股賣出來的個股啊 所以這部分你們還在懷疑 政府的一個態度 是積極做多還是在這裡轉為保守 我想透過這幾個層面 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把鏡頭帶回到美國 美國也是一樣啊 美國也是一樣用獎的 用獎的就可以讓股市漲了 最後一噴用獎的 可是別忘了 反壟斷 包括臉書 包括亞馬遜 所以這些個股 接下來不管是誰 連任 不管是連任 還是新上任 這些科技的四大巨頭 絕對要打壓 絕對要打壓 這個命運呢 他們是逃脫不過的 逃脫不過的 那既然打壓 這四大全資股一打壓 美股會怎麼樣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們在整體拉回到 看整個資金流的部分 看93.7的一個頸線呢 美股指數93.7 先前跌破 那目前的報價是93.5 93.7站穩之後 來回測試這支撐有效之後呢 我想美股跟台股 都有相當大的一個震動 黃金的部分 當然瞬間的一個美元急漲呢 多少會帶給黃金影響 但這個賣壓 這樣的一個趨勢 走勢消化完之後呢 持續往上2000元 我們2000元件 我們2000元件 所以整個的大盤 我從細節 從太陽能 大力光 甚至是從美股告訴你 接下來盤 就是相對來說 比較兇險的一個誘多盤 誘多盤 那目前呢 五日線還沒有跌破 還沒有跌破 再過幾天 答案就會揭曉 答案就會揭曉 所以外資的出逃 這是一個事實 你絕對是要把這件事情呢 放在心上 不過我們從馬大人家 所有的股民們都非常清楚 我們是左側交易者 9月內資有信心 10月平常心 11月我們全部的股民 還是一樣平常心 平常心 因為我們在這裡的部位呢 已經控制的相當相當的好 準備來迎接11月的一個大震盪 準備11月大震盪 所以這些個股 外資常常強力買超的 我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你看新聞買的 你絕對都會套 你絕對都會套 昨天已經告訴你有打例子了 旺宏也是一樣隱形冠軍 這個冠軍呢非常棒 非常棒 盤整了將近半年以上呢 比大盤還要弱 然後現在呢 沸沸揚揚 說記憶體要絕地大反攻 缺料缺攻又來了 缺料缺攻又來了 所以多空的大混戰 你真的有在這樣的一個走勢裡面 有賺到嗎 很難啊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這個只有高手中的高手 精英中的精英 才有辦法在這個上上下下的行情裡面 賺到這個5%10% 真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這四大類股 你優先就是一定要避過 講了很多次不願其反的告訴 不管是新朋友還是舊朋友 你就是牢牢記住 把它貼在牆上貼在廁所上貼在書桌上 這市場的一個特徵的股票 千萬都不要摸 一檔都不要摸 一摸你就知道那厲害了 所以我想這今天呢 我們團隊呢的持股呢 我們全數部分呢 去做一些回補 去做一些回補 接下來的行情呢 我們在這兩到三天之內呢 我們要持續做一個觀察 有些個股又開始走出了比較不一樣的一個 Fuel 不一樣的味道 走勢又開始變慢了 又開始變慢了 那 不知名的空單 哦 也開始在增加 這個都是我們鎖定的一個標的 那包括這個牛頓一直以來都沒有開牌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整個波段的行情 都還沒有走出來 不過今天我們回補 我們順勢就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牛頓就是 也是平台相關的一個 個股 就神盾嘛 6462的神盾嘛 那也跟各位預告了 163.5破了就往162 那162再破賣壓就全部出來了 但今天賣壓呢當然相對已經有變輕了 所以我們順勢呢就在161.5 我們牛刀小試 先試試他的股性 我們追一下籌碼 觀察一下到後續的走勢 我們再給他致命的一擊 我們等的是什麼 等的是攻擊的一個時間點 攻擊的一個時間點 也就是大盤接下來 有機會 而且非常大的機會 多莎多的一個格局 那這樣的格局呢 我們一定要把握住 所以目前呢我們先把神盾 佈局的神盾的空單呢 我們今天呢先說回來 架差不大 最主要試單 試水溫 看後面的整體的一個表現 看整體的表現 還有茂林 我們今天也做一個回補 空在114 沒有補在99 我知道這也是恐慌了 我沒有補在99 我也是觀察告訴各位 茂林的整個的一個 包括外資跟散戶的一個互動 我也在近一個禮拜之內呢 也一直分享這樣的一個互動性 給各位投資朋友們去做一個參考 試單抓股性 這檔股性我抓到了 這檔股性我抓到了 補債 補債相對來說是補債106元附近 沒有補債99 沒有 但是我已經告訴你了 目前現階段 從9月15號之後的空單呢 全部在做試單 因為我們在等待一波相當大的一個 多殺多的行情 尤其是相對走勢疲弱的個股 當然我們不會去摸頭 太陽能很強 我們沒有傻到要去摸太陽能 沒有傻到去放空太陽能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放空 太陽能 這是非常強悍的股票 所以茂林 這樣的一個走勢 我也告訴你 他跟散戶跟外資之間的一個互動 我都很清楚的告訴你了 這個撥斷單 我們會在適合的時機 再一次的出手 再一次的出手 我想這個節奏 我們一定要踩對 我們一定要踩對 所以也告訴你 業績好不等於股票會漲 這個道理 這個邏輯你只要能夠接受 當我們去空一些相對比較 業績面比較好的 技術面走出頹勢的 你就不會覺得大型小怪了 你就不會覺得說 哇 為什麼要空這種股票 這種股票這麼好 業績面這麼強 業績 節節上升 那你怎麼會去空這種股票 那各位 這一檔給你看一下嘛 茂林業績不好嗎 不管是跟上月比 還是跟去年的 去年的同月 據說相比 成長幅度都算不錯 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走勢 為什麼這樣的走勢 如果這樣的邏輯你能夠接受 接下來我們團隊如果 還有再出手 等待時機再出手 你就會不會覺得說 哇 怎麼又是這樣了 所以包括博智 我們今天也是做回補了 博智我們做回補 123.5空的 第一次11補 那126空的呢 我想在 大概在一百零 一百 一百 一百多的時候 我們也補了 數字有點旺了 數字有點旺了 所以博智我們也是回補 所以這麼多檔的一個牛刀小事之後呢 我想我現在等待的就是危機的一個 到來 危機的一個到來 所以才會不斷的一直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對望宏死心吧 對望宏死心吧 很多投資朋友持有望宏的 看到我這節目都覺得好討厭喔 都好討厭喔 Rain一直叫我把望宏出托出托 明明電視上講的這麼好 沒錯 他有可能來跟漲停 有可能 可是你耗在這裡的時間成本 不管是七月下旬報 告訴你有利多 漲停之後持續下滑 還破箱底 那最近又告訴你說 外資又持續看好了 然後記憶體呢 又開始缺料了 又什麼東西要什麼東西 漲價行情又要來了 你就等著看好了 你等著看好了 還包括這個沖泰 遠距教學 遠距工作什麼教學 反正出頭很多啦 出頭很多啦 關鍵券商賣出了 連續我已經告訴你了 10月7號就告訴你了 對不對 直接中錯 昨天再中錯 那今天呢 一開盤往下之後往上跑 稍微拉一下 稍微拉一下拉不動了 拉不動了 要再重回前波的起跌點 至少還要兩個月以上 至少還要兩個月以上 不然這些賣壓賣下的人 誰要吃 誰要吃 所以我想這樣的節奏 如果你能夠看得出來 成交量到底在 玩什麼樣的一個貓膩 你就能夠躲過沖泰 你就能夠躲過沖泰 還有整個大盤的一個 輪動的一個跳動 你能夠抓住的話 我想很多時候你不會去殺低 所以我在昨天就在傳真稿 預告各位投資朋友 目前的升級股即將做一個 弱勢的一個反彈格局 如果你還在這裡 套在前面的你還沒賣 等一下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那恒大呢 也要醞釀出反彈的格局了 包括我們先前一直講的 你 90塊沒有砍 80塊你也沒有砍 彈上來現在目前要開始慢慢 往上做一個反彈的格局 反彈到106 這是Ryan 希望他有這樣的機會 往前波的一個賣壓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壓力線呢 去做靠攏 所以106元 你有熱應的 你趕快設定106 你趕快設定106 有機會 這個奮力一級大反彈到106的時候 我都希望你能夠 快點出場 快點出場 所以9月14號 第一波的一個資料 9月20號 第二波趴趴雄危機總動員 總共35檔 很多檔個股 目前有些是跌了一大段 有些是跌後反彈 繼續盤香 那這些股票 你都千萬利用反彈的時候 要做一個出清持股的一個動作 因為國際的一個資金不容 不容再看多 不容再看多了 這部分你一定要特別特別的一個小心 那柯家已經不用說了 這個我明天就拿掉了 這個我明天就拿掉了 因為從160跌到130 你都沒有出場 彈上來 我相信你會出場了 因為我已經相信你了 我已經相信你 因為我講到我自己都相信了 都相信了 這個節奏我都告訴你 要彈了要彈了 彈了彈上來 如果你都還沒有走 我想你可能這個地方 你可能是對他後續的一個 這個展望呢 非常非常的一個看好 整個類節奏 我也很清楚的告訴你了 所以反彈盤香 你要做的 絕對不會是加碼 打勾是大家都會做的 這是錯誤示範 打勾是大家都會做的 我希望你不要去做加碼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是網通股 那其他網空股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你真的說 哇這個地方 我不會放空 我一定要做多 那麻煩你去找那個融資低的 大家都有點搞不太清楚 他在幹什麼的 那先前有漲過有量的 像今天的 忠祐 忠祐 這個做武器 武器周邊相關的東西 或者像 散景 監控類的 這先前 也有過一次起漲的一個痕跡 你可以去做這些東西 小量做 那種高膽盤香的 你就盡量避開 你盡量避開 所以空頭的操作 我都很簡單告訴你 反彈就是賣出 逢低呢 買進 空手你不是逢低去買進 這個是要給空單做回補的 用的 所以客家的部分 最後一次減碼的機會 我希望你能夠把握住 你能夠把握住 為什麼這麼戰戰兢兢的 一直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排面上呢 一些狀況呢 已經東倒西歪了 最主要是這個 37.6的持股比率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退 都還沒有退 那今天的大盤 上攻又沒有亮 那後面又怎麼樣 你自己可以去想想看 知道了 歷史為見 我都幫各位整理好了 這個都畫好了 框框都畫好了 後面怎麼走 當然 垂直下去呢 這樣的狀況呢 可能不會見到啦 可能不會見到 因為資金 整個灑出來了嘛 但是會用緩跌的方式 跌到讓你覺得 怎麼會 怎麼好像沒有明天呢 這明天到底在哪裡 啊明天到底在哪裡 我的股票怎麼獲利 慢慢滑 慢慢滑 一直滑 最後呢 最後 屌咧啊 最後屌咧啊 所以我想 這樣的行情呢 一開始都會讓你看的 不是這麼清楚 我不厭其煩的 把盤面上的一些重點 比較特殊的都點出來 讓各位投資朋友 細細的去思考一下 你是不是在這時候 應該要全力做多 還是保守為宜 還是保守為宜 所以這些最強的大戶進場了 不管是假外資真外資 持股比率就是沒有退啦 持股比率就是沒有退啦 所以左側交易者在現階段 行情在一萬兩千多點 告訴你說 大盤不行了 這不討喜 我知道 我知道 因為左側交易者 本來在這時候 就告訴你高點已經過 相對來說會比較累 可是我不怕 我不擔心 因為 Ryan是真的 為這些全力做多的 投資朋友們呢 感到擔心 感到擔心 所以這四個類型的 只要你不摸 做多小量 都還有機會 可是呢 也是抓了就要趕快跑 也是抓了就要趕快跑 所以這樣的危險 如果你能夠避開 你能夠避開 唯一一件事情 也就是你新朋友 你還沒有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加入我的Lite 跟Telegram 看到這裡 你一定要加入了 加入之後 盤中的一些 比較細微的一些變化 我都會優先的發布在Telegram 還有Lite 告訴你盤中有哪些蛛絲馬跡 已經透露出不尋常了 不然你只能夠等到盤後 你就等到盤後 盤後讓我告訴你 這些不太對 你要避開 你要避開 所以我想加入我的群組 你就會搶先一步 知道目前大盤的整體的一個狀況 還有後續的走勢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想投資並不難 難在你有沒有想法 難在你有沒有耐心 那我想想法我告訴你了 接下來跟著團隊一起 好一起朝著趨勢去做個操作 你就有機會 而且一定可以賺到錢 我想今天節目時間關係就到這裡 明天下午同一時間 召喚大家 我們再會 拜拜